美股中杰斯联涨离岸人民币重挫,于700点不由盘中暴跌7%,周三全球股市遭遇重挫,贸易战问题重新受到市场关注,美股结束4月联阳走势,到只收跌于200点,原油一度大跌于5%,拖累能源股,商品期货重挫,不由盘中暴跌于7%,黄金跌1%,大豆价格跌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美元指数大涨0.6%,新兴市场资产普跌,美国科技股普遍收跌,半导铁类股跌付居前,博通收跌2.84%,美光科技收跌2.8%,恩志普收跌2.5%,英伟达收跌2.26%,英特尔收跌1.84%,高通收跌1.83%,AMB收跌1.69%, 平,我收跌1.3%,特斯拉和Dropbox分别收跌1.09%,Facebook收跌0.49%,微软收跌0.14%,IBM则收涨0.16%,推特收涨0.27%, 平,我收跌1.6%收跌1.6%,甲骨文收跌1.38%,欧洲股市方面,三大股指收盘均跌超1.3%,英国富士100指数,收跌1.3%, 报7591.96%,法国KX0指数收跌1.48%,报5353.93%,德国KX指数收跌1.53%,报12417.13%,P2P行业出现暴雷潮,网贷大洗牌股市硬跌,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年来,P2P网贷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收益于网贷行业的快速崛起,也触发了部分网贷平台成功上市,有的成功挂牌新三板市场,有的成功怨赴美股上市,而过去的几年时间内,也可以认为是国内P2P网贷行业的黄金发展期。 从关注度不高,到整个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额突破万一关口,而后患的如今数万年级别的历史成交额水平,这些年来网贷行业的扩张速度确实惊人。 然而,随着P2P网贷行业,逐渐步入监管元年时期,乃至加快步入全面监管。 强化监管的时代,网贷行业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时至目前,除了股票基金逐渐成为国内家庭的主要配置投资品种之外,P2P网贷投资也逐渐受到了不少家庭的青睐,甚至逐渐成为不放家庭的主要配置投资品种。 高收益率、流动性较为灵活等特征,当属近年来不少网贷平台的真实写照。 但,对于网贷投资而言,同样还会存在信息不透明,投资标的真伪难辨,以及投资资金去向不明确等问题。 而在此期间,一旦平台发生提现困难,项目预期乃至跑路等现象,那么投资者可能需要承受很大的投资风险。 事实上,对于P2P网贷行业而言,政策监管环境的松紧,是重点关注的问题。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策监管环境松紧,会直接影响到行业合规性的标准,而对于这一标准要求,实际上也直接影响到平台是否合规的阵入门槛。 另一方面,则是P2P网贷行业的资金流向非常关键,而一大政策监管大幅收紧,且形成恐慌性的挤兑。 那么,这对于P2P网贷行业而言,无疑将会构成沉重的冲击影响。 时下,P2P网贷行业正处于搭洗牌的过程,或许这是行业优胜劣汰的结果。 或许这也是监管大幅收紧的预期结果。 美商务部与中心达成协议,支付4亿美元保证金后,将解除警令。 美国商务部采用了三款旗下的合规制度,其中包括暂停建议、托管和独立监督。 据CNF报道,上周中心同学已经与数量有限的美国公司在商务部授予的获免范围内进行合作。 该货免将于8月1日到期,届时中心通讯将符合美国的要求。 4亿托管是美国上个月与中心达成协议的一部分。 此外还包括10亿美元的巨额发款以及高管调整。 目前中心已经完成了高管的换键。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